好久不录了 今天再录一期 这期是第17周 主要是做这个地图文件的保存 定义和保存 大概是从1月8号 今年的1月8号到今天 今天是30号到30号 到30号了 其实差不多也将近8号到30号 三周将近三周的时间 做的主要是7个功能点 一个是游戏的属性字段 UI 调整 把这个C5 和导出这个按钮 从中间调到上面去了 比如说就是这块 原来是在跟他们在一起 原来是在这里跟他们一起 后来把它单独拿出去 拿到上面去 这样显得更合理一些 然后这些按钮 然后这些按钮是 这1234按钮是针对这个层管理的 针对层管理 然后这三个是针对整个地图的 沈边保存和导出 然后裏这两个是针对 这个PireSheet的 倒入 导入和下载 这样分的三个部分 一,二,三 然后的话 这里做了一个就是保存 保存文件的有一个对话框 就是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然后 接下来是这个 获取这个tilesheet文件的一个尺寸 就宽度和高度 在后台文件 拿去了 是这 这是保存 这个是读文件那块吧 读文件那块是哪个呀 这个吧 不是 就是打开文件的时候 它会读一个远程的文件 本地的文件 然后 然后 read read这个png文件的时候会把这个 结果 返回来 返回来的时候就带了这个宽度和高度 这个read这个文件 接口这 readpng发接口这 做这个调整 然后用到了新的方法就是readpng 发 image 然后会把它的尺寸 它把它的尺寸计算出来根据这个buffer 根据buffer来计算出它的尺寸 这个png这个calculate的这个方法 是从网上抄的 从网上抄的 从网上抄的 抄的 编辑哪去了 嗯 这儿的编辑吧 编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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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记得有个这儿 这儿 有个taculate的方法 就是这个 根据buffer读出这个字节数来 就从网上找了个方法 嗯 读取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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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特略的方法 计算尺寸 然后把尺寸返回来 把尺寸也保存下来 下次的话 根据这个来 可以计算Tile的 数目 以后会用到宽度和高度 然后接下来是做一个叫做 Zoom by mouth position 我以前 Zoom的时候 Zoom不好使了 换一下 怎么不好使了 下面这个试试看看 这好使 那这好使 那这也好使 那这也好使 就是 就是 我把鼠标移到这个位置 它就会以这个位置为这个缩放中心 看缩放中心 这个一样道理 一样道理 以前的话呢 都是以中间为这个缩放中心 这个呢是左上角 把它都调整一下 这样感觉好多了 嗯 然后就是游戏的保存 保存 游戏原文件保存 啊 试一下 比如说现在保存一下 保存到这里 保存到这里 然后这里多了一个记录 然后呢 这里多了一个文件 这就是个接塞文件 这就是个接塞文件 就是个接塞文件 那对接塞 然后的话 最后是做了一个历史 历史的保存 就是每次新存 保存一个文件 做了一条记录 然后点这一个 就把这个文件导入进来 就是 恢复编辑状态 这个是下部有做的 嗯 在三个周差不多就做这些吧 反正 咳嗽也没怎么做 嗯 然后后面就是接着做这个 游戏的导出这块 嗯 这个版本就是这块导出以后 做完以后应该就是这个 嗯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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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加深一个远程的这个 远程的这个 远程的这个素材文件下载 就就应该就是结束了 就是0.2版本就结束了 然后估计差不多也在做一两个月吧 用不了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一个月左右 一六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是 行 这就是第17周的开发日志 下次就是回录第18周 差不多两到三周吧 做这些 今天就到这